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Promaco基础课的第八课 就是Promaco如何部署Jungle应用到远程服务器 这些课的课程目标有几个 首先就是要知道Jungle是什么 部署Jungle的步骤 了解Promaco交互式的操作 编程实现Promaco交互式部署Jungle的项目 我们看Jungle 我们通过这个试图就知道Jungle它是基于Python的 Jungle是Python中最著名的一个网络框架 它能非常快速的开发网站论坛和个人博客 我们看一下哪些著名的网站在用Jungle 比如说这个ins 比如说这个Bitbucket和其他非常著名的Discuse 这个个人的这个 个人的评论的集中的一个网站 他们这些非常著名的网站 他们都在自己的模块中有用到Jungle的运用 我们看一下Jungle还可以搭建个人博客 这个就是这个博客的主页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博客 然后我其实就用了几天就搭建了一个个人的博客 部署在这个Hinku上 这个云上 我们看如何部署Jungle呢 首先就是说在那个远程机器上要新建Jungle的虚拟环境 我们在本地首先把Jungle的项目压缩 然后上传 解压 安装Python的项目依赖 然后运行Jungle 我们看一下Permaco的交互式操作 也就是交互式的Share 它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首先是在这个已经建立的SSHclient上启动一个绘画 然后获得一个尾东端 然后开始交互式的Share绘画 最后是利用这个Select的这个一个模块 然后非阻塞的 然后监视这个社会化输出和用户的输入 完成这么一个交互式的操作 然后我们来编程实现 打开这个编译器 我们按照之前所说的步骤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来建立一个Permaco的Client Fig的配置传进去Section 我们就用这个SSH0 可以看一下这个配置 就是你本地连接远程SSH服务器的一个配置 这就是远程服务器的配置 然后我们Connect 调用Connect连接 新建虚拟环境 调用一个指令 怎么新虚拟环境VIRVirtual 就要ENV 然后远程路径的一个远程机器的一个路径 HOME 当然你如果自己下去 自己写代码的时候 要指定自己 所在的远程机器的一个路径 建立这样一个虚拟环境 然后压缩 压缩的话 压缩的话就是说你本地要把它压缩好 我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Jungle的应用是在哪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Jungle的应用 我们用Tray指令 然后看一下它的目录结构 它这个 这是事先都已经生成好的 这个requirements.txt就是它的一个依赖 就是Python的依赖 我们看一下它用到Jungle 1.8.3和VIR这个两个包 我们怎么生成这个requirements呢 然后把这个导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压缩成这个包 myblog.tr.gz 我们获取这个FGPClient之后 然后把它上传上传到从本地的这个users 当然这个是你本地的目录 每个人的本地目录是不一样的 myblog.tr.gz 上传到远程服务器的目录 Home Alan Data 名称也叫这个blog.tr.gz 然后上传完之后 再解压 解压远程目录的这个 这个那个压缩文件 XXZVF解压指令 然后-home Alan -data myblog.tr.gz 这样还有个指令 指定目录 指令解压在这当前目录下 Alan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它就会指定解压在根目录下 所以说这个要指定解压的目录 我们获得一个绘画 获得一个绘画 获得一个绘画 其实就一个channel 这是一个channel缩写 获得一个绘画 获得一个绘画 这个session其实是一个channel 然后 获得一个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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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开始交交互性 秀的绘画 然后就是让这个channel 然后invoke 就激活一个envoke-show 我们这样打个信息 began to interactive 开始交互性的秀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交互是秀 它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要接受我们的输入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show的输入 比如说查询一个指令 它要把它发送到远程服务器 另外一个从远程服务器收到的这个信息 要给我们显示出来 比如说这个ls的时候 要把这些东西给我们传输回来 让我们能看到 怎么看到呢 然后我们这里建立一个一个一个文件 python文件对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叫interactive ACTIVE.python interactive.python 然后 首先它 为了写中文的 要把这个导进去 importsys 把这个导进去 这个要把termilss这个包导进去 它是中python最终端的一个替代 tty也是终端的一个包 然后def定义一个interactive.python 它接受这个 接受这个channel 就是说我们 我们从这个sshclin获得的一个channel 然后这里边用到了这个select 我们先 之前的说 之前的那个步骤 获取 终端的 配置 首先获取 终端的配置 tcgeta 然后获得它的 这个 这个系统 输入的这个 配置 然后 设置 终端为非阻塞的输入方式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不然的话 它就会阻塞在那里 然后设置它的 和这个 breq方式 然后设置这个channel的这个超时时间 然后设置这个channel的这个超时时间 well的循环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select这个东西 他的第一个参数其实就是rlist 就是readlist还有writelist 我们主要就看readlist 他可读的话他是接受这个channel和这个系统的输入 我们其他几个参数都写空 然后这个r这个r呢 其实就是说他的结果就是可读的一个事件 可读事件的一个集合 如果这个channel可读的话 我们就 就把它读取出来 把它的数据给读取出来 就是从远程过来的东西 024 如果这个读取的这个长度为0的话 就说明已经中断了 他已经中断 然后我们就在中端就输出输出一些信息 输出他结束的信息 r-n -f 输出一些中断 就是说这个被中断的信息 brick跳出来 然后如果飞空的话就是说他的长度不为0 然后在这个野树把它输出出来 就是在屏幕上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把这个刷新刷 让它马上刷出来 flash sept 它其实是circuit的超时 有一个超时的异常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就把这个circuit包给导进来 如果它超时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不管他的 pass 然后处理这个这个系统输入 如果系统输入有系统输入的话 我们把系统输入给读取出来 如果处理异常 如果这个输入长度是0 说明被中断了 跳出来 否则的话 我们就说明用户想发送 把这个事情事件给发送出去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channel把它给发送出去 这样就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交互性shell的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在这的话 调用一下它 它导进来 import 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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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channel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因为写代码比较多 它中间可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很难保证写代码的时候一次完成 然后我们就先运行一下 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 对 嗯 上面看到的话 它是把它拷贝进去 并进行的解压缩 然后最后的 爆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 不能在当前的这个设备下 运行这个 啊 这个 IOCT 也就是说 不能 在这个 pycham 上 运行这个 呃 交互性的shell 那么 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是在这个 呃 命令行里边 在系统的shell 来运行它 是可以的 我们就到 它的这个 目录下 这个项目的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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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执行 执行这个 txt.python 你看 我们现在 现在 其实就 我们 就看一下 它当前的目录是什么 后面的Alan 然后我们插一下 它 当前 是不是我们 是不是我们要连接的 连接的远程机器 3.105 我们看一下 这个配置 是3.105 对 其实我们已经登陆上远程机器 只不过这个Alan 这个用户名 远程机器的用户名 跟我本地的这台机器的用户名是一样 都叫Alan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进行交互式的一个sale 我们看一下我们data文件夹下 对 我们建立了这个myblog.env 这个虚拟环境 然后我们就把它激活sauce myblogenv byblogenv byblogenv activate 对 我们就把它 嗯 进入这个虚拟环境 然后我们到这个blog的文件夹下 你看它其实这个requirements 看是不是我们要用的 好 我们就安装 install-r 就是通过文件来安装 安装这个Elan 它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的 如果你的网速比较快 比较快的话 它非常下载是非常快 因为你看 现在它就在下载将狗1.83的包 下载完之后它又安装 嗯 然后接着它会有下载这个webshell这个 这个包 然后下载完也是会安装的 这需要花一点时间 嗯 在这个下载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中间的流程 是有有几个关键点 就是说建立这个如果你的机子 是首次启动没有虚拟环境的时候 你是要建立这个jango的虚拟环境呢 这个我们在之前也都讲到过 建立虚拟环境是一个非常 那个好的一个 嗯 创建这个python项目的一个办法 这个是为了避免这个项目间的包的一个污染 我们看一下都安装好了 都安装好了之后 嗯 都安装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运行 先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这个python项目是不是 代码是不是正常的 啊 没没问题 然后我们就运行这个python的项目 嗯 run server 指定他 然后运行指定他的这个地址是 是本机的这个 8080 800 就这个端口 好 好 我们运行了 我们在 其实在远程机器运行了这个jango的这个项目 它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网页 我们可以看一下 192.168.3.105-800 对 我们看到它的输出 输出就是欢迎来到permaco的基础 你看我们这个看shell 这个shell它其实上也也有输出 他就接受到了我们本机访问远程的信息 我们就学习了这个 嗯 怎么用交互式shell 嗯 利用permaco来 那个建立python的这个部署 嗯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